2005年6月27日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一起盗窃案件 被告人名叫尹松超 他犯了盗窃罪 经审理 这起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法院最终依法判处尹松超 有期徒刑 一年零两个月 这个尹松超的户籍所在地 是北京 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 昆山市法院在判决之后 要通知他户籍所在地的司法机关 再把判决书送到尹松超的家中 于是很快 判决书就被送到了北京 然而相关的工作人员 在来到尹松超的家里之后 却发现尹松超正好好的待在家里 哪儿也没去 既然尹松超正待在家里 那在昆山法院接受审判的又是谁呢 于是一场历史一年多的奇葩案件 正式拉开了序幕 而有关这件事的开端 咱们要从一个黑车司机开始说起 这个黑车司机叫王精生 1978年生 老家在尹川 后来他随着父母来到了北京 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打工者 一辈子勤勤恳恳安分守己 但是王精生却并没有继承父母的优良品质 可能也是父母疏于管教等等相关的原因 自打上了初中之后 他就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 那自然而然的就被带坏了 成天打架斗殴 逃课早恋 三天两头的被请家长 被处分 但是王精生呢 他就是不着调 末了学校也没办法了 实在管不了了 就把他给开除了 这可算是离开学校了 王精生说什么也不再继续上学了 父母拿他没办法 只能任由他去闯荡社会 然而进入社会的王精生 犹如脱缰的野马 变得更加放肆了 天天也不找工作 而且呢 他这属于是初中辍学 他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就天天游手好闲 浑浑噩噩的度过了好几年 后来呢 父亲看他喜欢车 就掏钱 给他买了一辆二手夏利 让他出去跑黑车 这确实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自从开了黑车之后啊 王精生老实多了 天天也不玩了 一有时间就开车出去拉活 能看出来他确实是喜欢 他也很喜欢和那些五湖四海的乘客们聊天 但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啊 正是跑黑车这件事会彻底改变王精生的命运 2001年12月的一天中午 王精生忙了大半天了 来到一家小餐馆吃午饭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名女服务员 并且对这个女服务员是一见钟情 这个服务员叫赵小娟来自河北汤山 当年刚刚16岁 看到小娟的第一眼 王精生就彻底沦陷了 于是从那天开始 几乎每一顿饭 他都会来到这家餐馆吃 一来二去 连这餐馆老板都跟他成了朋友了 那个老板早就看出了王精生的小心思 他觉得王精生这小伙子也挺不错的 于是就有意的给他创造机会 就这样靠着跟餐馆老板的礼应外合 没多久 这个小娟就被攻陷了 和王精生成为了恋人 谁都没想到 一直以来不务正业的王精生 竟然是一个痴情小王子 两人在确立关系之后 他对小娟那是百般呵护 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 要什么给什么 什么贵买什么 捧在手心里都怕化了 但是唯独有一点啊 这王精生爱吃醋 而且脾气比较暴躁 很容易着急 有一天他来餐馆接小娟下班 正好碰见小娟正在给几个客人点菜 可能那些客人言语之间有些不友好 王精生误以为是客人在调戏小娟 一气之下就带着几个跑黑车的兄弟 把这些客人给狠狠的打了一顿 直接给打进了医院里 于是没多久 王精生就被抓了起来 后来他因为故意伤害罪 被判了十个月 在2003年9月才刑满释放 这结结实实的吃了十个月牢饭 王精生看起来是老实多了 他在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 把小娟带过来同居 并且继续跑黑车 后来在跑黑车期间 王精生认识了同样开黑车的王春明 还有王春明的女朋友 这几个人发现 他们之间相互非常聊得来 于是渐渐的就成了不错的朋友 业余时间经常一起玩 这个王春明呢 他平时很喜欢去低厅 去跳舞 在认识王精生以后啊 就经常带着他和小娟一起去 在北京城里 大大小小的舞厅不计其数 而他们去的最多的是一家 比较大型的舞厅 叫做JJ舞厅 在2004年3月22号 晚上11点多 王精生带上小娟 王春明带上女朋友 两对情侣又来到了JJ舞厅 此外还有王精生的一个女性朋友 叫水姐 这个水姐比他们大好几岁 来自黑龙江的西西哈尔 据说是做粮食生意的 王精生呢 是在开车的时候 认识这个水姐的 水姐平时呢 也喜欢来舞厅 所以渐渐的 他们都成了朋友 在3月22号这天晚上 五个人在舞厅会合之后呢 因为开心啊 就一起要了很多啤酒 边喝边聊边蹦滴 非常快乐 几个人蹦了一个多小时 时间来到了3月23号的凌晨1点左右 此时 王精生和水姐都已经喝了不少酒 酒劲上来了 越来越开心 老感觉玩得不痛快 不尽兴 于是俩人呢 就一起爬到了舞厅的那个大音箱的上面 在那上面跳舞 但这肯定不行啊 马上就被工作人员给赶下来了 这让王精生和水姐都感到有些尴尬 于是两人有些害臊的 就跑到了他们的座位旁边 但是他们不知道啊 自己刚刚张扬的举动 其实已经引起了几双眼睛的注意 这家舞厅规模很大 位于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的一个大院里 而这种大型舞厅 往往鱼龙混杂 充斥着各种社会闲散人员 就在王精生和水姐爬上音箱之后 水姐那性感妖娆的身姿 立刻就引起了一些男人的注意 这其中包括六七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 这几个小伙呢 都是安徽人一起来北京打工 当时啊 他们也已经喝了很多酒了 其中有一个小伙子 叫做小龙 他借着酒劲啊 就慢慢的凑了过来 想趁机开油占便宜 但是他却没想到 水姐旁边的王精生 别看其貌不扬 其实他已经是蹲过监狱的老社会了 当这种情形和脾气暴躁的王精生 碰在一起 最终就会引发一起血案 此时水姐正在随着音乐不断的扭动 完全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那些年轻小伙的焦点 那个胆大的小龙一边假装跳舞 一边慢慢的凑过来 随着拥挤的人群 他非常自然的把手就放到了水姐的屁股上 这一幕啊 恰好被旁边的王精生看到了 他立刻冲过去 一把推开了小龙 但这小龙他并不是一个人啊 随后他的老乡 小张和小周等人就全都围了过来 开始推搡和挑衅王精生 甚至还有人开始挑逗座上的小娟 只可惜啊 十个月的牢狱生涯 没有让王精生学会冷静和理性 面对这赤裸裸的挑衅 尤其自己的女朋友 也被牵扯进来 这让他非常愤怒 他转头离开了座位 回到楼下的车上 取来了自己的挂包 这挂包里面 装着一把三十厘米的长刀 这把长刀 本来是王精生开车的时候 用来防身的 现在遇到了这种情况 尤其对方人多势众 他立刻就把这挂包给取了过来 因为舞厅里灯光昏暗 对方的几个小伙子 并没有注意到王精生的挂包里有什么 还以为王精生是怕的 于是他们挑衅的更加严重了 甚至又凑过去 又要去碰水解 王精生看了 大骂着冲过去阻止 但是很快就被对方的人拦住了 双方迅速扭打起来 虽然王春明也立刻加入进来 但他们毕竟只有两个人 这根本不是对手 立刻就被打了好几拳 几个拳头挨下来 这让王精生彻底愤怒了 他二话不说 抽出刀来 突然猛地刺向了那个小龙的腹部 接着又对他的肩部 手臂和胸部连刺了好几刀 这几刀下来 刚刚还在调戏水解的小龙 立刻瘫倒在地 血流如注 回过头来 王春明和另一个小张 仍然在纠缠扭打 于是王精生冲过去 对着那个小张的胸部 狠狠地扎了一刀 面对如此疯狂的王精生 其他的几个安徽老乡 立刻吓跑了 其中那个小周 他跑得稍微慢了一点 刚刚跑出门 钻进了一辆出租车 已经杀红了眼的王精生 立刻就追了过来 他一拳打碎了车玻璃 对着小周狠狠地扎了三刀 顿时在小周的头部 肩膀和屁股上 留下了三个大洞 这短短两三分钟 接连捅了三个人 就算喝了再多的酒 也该清醒一点了 王精生反应过来之后 他没有过多停留 立刻打车逃走 而王春明 他的行动慢了一步 刚要下楼 就被武厅的保安抓住 后来被交给了警方 至于小娟和王春明的女友 以及水姐则趁乱离开了现场 警方和医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 经初步检查 小龙和小张伤到了心脏 已经死亡 而小周他稍微幸运一些 但是也身受重伤 立刻被送到了医院 同时警方通过王春明 锁定了嫌犯王精生的身份 并且立刻展开追捕 但是因为事发时 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 街上的行人非常少 没有人看到王精生 他所乘坐的出租车的车牌号 于是警方只能在王精生的出租屋 以及他父母的家附近布控 希望能守株待兔 另一边王精生的女朋友小娟 自然也成了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 可是当警方来到他们的出租屋之后 却发现小娟并不在家 小娟去了哪里呢 说到底啊 这毕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生活阅历太少 法律意识太过淡薄 如果他哪也不去 老老实实的回家 其实这件事跟他几乎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他也没干什么 顶多要去公安局做一下笔录就完了 但是天真的小娟啊 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 选择去帮助自己的男友王精生 一开始呢 小娟确实是回家了 他把自己身上的有血迹的衣服换洗掉 接着就想去找王精生 可是他的手机和包都落在低厅了 肯定是不能回去拿了 于是就打了一个车 用出租车司机的手机给王精生打了一个电话 得知了王精生的藏匿地点 于是小娟又回到家里给王精生拿了一些衣服 去和王精生会合 之后呢 两人一起又跑的一个大众浴池暂时躲了起来 此时的王精生已经彻底醒酒了 他在浴池里面琢磨了一宿 脑海里面不断的回忆自己看过的一些刑侦电影和电视剧 最后总结出了三个要点 第一点 把手机卡拔出来 掰碎了扔掉 防止警方追查 第二点 肯定不能回家 也不能去任何的亲戚家 肯定会有警察埋伏的 所以只能往远处跑 第三点 必须单独逃走 不能有任何累赘 人越多 目标越大 越容易被发现 所以也不能让小娟跟着自己 但是想逃走的话 必须要有钱 可是王精生的身上没有带一分钱 她的钱包早就落在低厅了 她也不敢去拿 更不敢用自己的银行卡 这该怎么办呢 此时她想到了水姐 水姐毕竟是做生意的 应该有钱 而且这件事呢 可以说也是因她而起 她出钱也是应该的 于是王精生就找了一个公用电话 联系到了水姐 水姐确实也很爽快的 给她送来了五千块钱 随后 王精生拿出其中的五百块 交给小娟 让她自己回老家 不要跟着自己 纵使小娟是百般祈求 想跟王精生在一起 但王精生却头也不回的 静止离开了 现实就是这样的讽刺 明明前一天晚上 小娟还义无反顾的 追随王精生 可是第二天 就被王精生打发走了 我们不知道小娟当时 她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但她后来确实 也没有给警方透露 更多的有关王精生的线索 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 既天真又愚蠢的可怜姑娘 摆脱了小娟之后 王精生立刻来到汽车站 坐上了开往黑龙江 大庆的长途汽车 这个决定 恰恰证明了王精生的狡猾 因为她知道 警方一定会对自己的父母家 亲戚家做好严密监控 所以她肯定不能去这些地方 也不能去外地 投奔外地的亲戚 只有去一些 无亲无故的陌生城市 才不会被警方追踪 才是安全的 当她来到汽车站的时候 恰好开往大庆的汽车 要发车了 所以她就买了票 去了大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警方响遍了王精生 所有可能逃窜的城市 确实没有想到 这个和王精生 毫无关联的大庆 不过呢 王精生逃到大庆 虽然是警方的意料之外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 自己的这个小聪明 而高兴太久 因为他一个北京人 在大庆 实在是太过扎眼了 在到了大庆之后 在小餐馆里吃的第一顿饭 就被老板一下听出来 是一个北京人 那个老板还特别爱聊天 一个劲的问他来大庆干嘛 待多少天 还要给他介绍当地的景点 这下给王精生吓得够呛 好不容易边瞎话 搪塞过去 吃完饭赶紧走了 在吃完饭之后呢 他本来打算去找一个小旅馆住去 但是一想到刚才饭店老板 一下子就认出了自己是北京人 他吓得也不敢住旅馆了 因为自己这口音啊 肯定是会被听出来 而且旅馆也往往是警方 最先排查的地方 所以最后呢 他选择去一些 像是大众浴池啊 黑网吧呀 或者是舞厅啊 去这些地方过夜 因为这些地方鱼龙混杂 人比较多 比较容易隐藏 但是这些场所也有缺点啊 那就是贵啊 王精生他也不敢去找工作 就这样坐吃山空 结果不出一个月 他身上的四千五百块钱 几乎就花光了 钱要没了 接下来该怎么活呢 走投无路之际啊 王精生想到了警匪电视里面 经常有的一句台词 说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心想 现在这将近一个月过去了 警方一定早就把北京 给翻了个遍了 所以现在的北京啊 反而应该比外面安全 想到这儿 王精生就拿着最后的钱 悄悄坐大巴 又溜回了北京 可是回到北京之后 他还是哪也去不了啊 也不敢回家 也不敢找亲戚 也不敢找朋友 没办法了 他只能再次找到水姐 可能也是出于愧疚的心理吧 水姐这次呢 给他介绍了一个人 让王精生叫这个人姐夫 想来这个人呢 和水姐之间 应该是有一些暧昧关系 这个姐夫 给王精生找了一个小房子 让他暂时住下了 不过这姐夫 他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因为王精生 他没有收入来源嘛 所以后来呢 他就拉着王精生出去盗窃 有一天晚上 姐夫神秘兮兮的 拿出一个小工具 带着王精生 随便找了一辆 停在路边的汽车 用那个小工具捅了一会儿 这车门啪哒一下 就被撬开了 最终他们在里面 翻到了四千块钱 全都拿走了 事后 姐夫给王精生 分了一千块钱 原来啊 那个小工具 是盗窃用的钥匙 后来姐夫又带着王精生 在三里屯 撬了一辆车 这次偷到了两万 王精生 又分到了一千块 但是啊 从四月份回到北京 到十一月 中间这半年多的时间 那个姐夫 一共也没带王精生 去做过几次 前前后后 他一共也才赚了几千块钱 每一次都只是分到这一千块 半年多时间啊 这点钱对王精生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 但那毕竟是人家的工具啊 自己也仅仅只能算是搭便车 他也不好意思提更多要求 就只能是在人少的时候 自己偷偷溜出去 寻找赚钱的方法 2004年11月 王精生认识了一个黑车司机 这个人叫尹松超 这个尹松超刚刚23岁 他是北京当地土著 王精生看他呢 没什么心眼 就留下了尹松超的电话 每次出门就给他打电话 专门坐他的车 这防止自己被更多人看到 这接触的多了 两人渐渐的就成了朋友 至少尹松超自己 他是这么认为的 但实际上呢 王精生啊 他有自己的小算盘 在取得尹松超的信任之后 有一天 他对尹松超 说自己啊 想要去租一辆车 但是因为自己不是北京户口 人家不让租 所以呢 希望借用一下尹松超的户口本 尹松超从来没听说过 还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 他并没有多想 当即把户口本就交给了王精生 而王精生呢 扭头就拿着户口本 去了派出所里 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变更二代身份证 王精生就冒用尹松超的身份 拍了一个照片 代替尹松超 办了一个二代身份证 于是王精生呢 就摇身一变 变成尹松超了 有了新的身份了 王精生认为自己应该离开北京了 毕竟在北京 认识自己的人比较多 自己也不可能一直躲着 所以说 不如就带着尹松超的身份 远走他乡 而且一旦到了外地了 即便因为犯了其他事情 被警察抓住 那么警察也只会认为 他是尹松超 不会查到他的杀人的罪行 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金蝉脱鞘之计 于是在05年3月8号 王精生和姐夫就来到了江苏省昆山市 在这里开始全新的盗窃生涯 不过王精生很快就发现 即便来到了昆山 自己也只能是继续跟着姐夫一起婚 毕竟他也没有姐夫那样的盗窃工具 也没有盗窃的经验 离开了姐夫 他还是没有办法独自生存 尤其在那段时间 他们的盗窃行为也非常不顺利 忙活了一个多月 只偷到了几百块钱 这日子越来越艰苦 狡猾的王精生就又开始转动脑筋 寻找其他的谋生的办法 在这个时候 他又一次想到了那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北京固然很危险 但是比北京更加危险的地方 是哪里呢 是监狱啊 在之前大火的狂飙 还有扫黑风暴 等等类似的影视作品当中 都会有类似的桥段 说某一个大坏蛋 为了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或者为了防止自己 遭到其他人陷害 他们就会故意犯下一些小罪 从而让自己被抓进监狱 以此来躲避风头 王精生他就是想到了这样的桥段 反正自己现在是尹松超啊 只要自己犯点小罪 被关进昆山这边的监狱里 管吃管住还安全 北京警方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找到自己了 这样一来呢 既逃避了警方的追捕 又不用提心吊胆的 在外面四处躲藏 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办法 想到这儿 王精生就赶紧开始筹划 他在昆山市内转了好几天 最终选定了昆山市玉山镇政府 这里有一个停车场 平时人很多 在这儿犯罪 一定会被立刻抓住的 于是在2005年4月4日中午12点 这正是中午下班的时候 王精生来到这个停车场 随便找了一个看起来比较贵 比较新的车 拿起铁丝和撬棍 就开始撬门 三下五出二 就把后备箱给打开了 把里面的所有东西 一股脑的全都给抱了起来 可是搞笑的是 因为王精生 他是如此的明目张胆 在场的很多人 其实也看到了 但是他们都以为 这王精生是在开自己的车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当回事 王精生一看 这不行啊 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就故意压低姿态 来假装贼眉鼠眼 一边四处张望 一边加快脚步 快速逃走 直到这个时候啊 那停车场的保安 才注意到了他 才发现这个人不太对劲 就想把他拦下来询问 王精生一看 哎哟 机会来了 赶紧撒鸭子疯狂的往前跑 跑了没一会儿 他就故意被保安追上 被扭送到了派出所 不过啊 后来经过警方的检查和鉴定 王精生从那个后备箱里 拿出的所有财物 仅仅价值不到两千块钱 这么小的金额 让王精生有点不乐意了 因为这点钱 根本就盼不了多长时间啊 于是他干脆 把自己和姐夫 在昆山犯下的 另外一起盗窃案 也一起供出来了 这样的话再一算 他这盗窃金额 几乎达到了五千块钱 这差不多了 王精生这才放心 因为王精生那个身份证上 是尹松超嘛 所以后来 05年6月27号 昆山市人民法院 就以盗窃罪 判处了尹松超 一年零两个月 那么至此 王精生的目的 终于是达到了 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 王精生却不知道啊 因为尹松超的户籍地是北京 所以说 他被判刑之后呢 法院的判决 要送到尹松超在北京的家里 也就是在这个环节上 王精生暴露了 这就是最开始 我们提到的那个场景 工作人员来到尹松超的家中 发现尹松超正好端端的待在家里 顿时傻眼了 后来 昆山法院和北京的公安机关 查询了户籍系统当中 有关这个尹松超的资料 结果发现呢 竟然有两个尹松超 这两个尹松超 所有信息全都一样 唯独照片不一样 这才发现 是有人利用这个二代身份证的办理机会 冒用了尹松超的身份 但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尹松超呢 很简单 警方拿着户籍系统当中 有关这个尹松超的一些资料 分别对这两个尹松超进行提问 最终很轻松的就戳穿了王精生 喂 这个被判刑的尹松超是假的尹松超 不过此时呢 一个新的问题是 这个假的尹松超 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呢 既然是冒用了别人的身份 警方认为 他的身上一定是藏着某些重大案件 为了查清真相 王精生从集体监视被改为单独关押 并且还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 管教进行看管 在此期间 这位管教是反复找王精生谈心 并且告诉他真正的尹松超 已经被找到了 查出他的身份 这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也的确 一旦那个真正的尹松超 给警方说了王精生 借用他户口本的这个经历 并且向警方提供了王精生的线索 那么王精生基本也就没跑了 所以渐渐的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王精生最终还是不堪重负 在05年8月3号主动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那么至此 这王精生可以说终于正式落网了 2006年6月6号 北京市第一中院作出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 盗窃罪 分别判处王精生死刑 和有期徒刑6年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6000元 恕罪并法 加上之前的一年两个月 最终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6000元 同时判令王精生赔偿三名受害者的经济损失 共计人民币41万元 追缴王精生的违法所得24000元 2006年12月20号 王精生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的父母都没有来见他最后一面 可见父母也为这个孩子感到万分的羞愧 那么说到这儿 这起案件呢 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总体来看啊 这个王精生 还是有点聪明头脑的 但是不多 确实是只有一点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非常信奉这句话 他也自以为参透了这其中的真谛和经验 但实际上 他只是在盲目的耍一些小把戏 正所谓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这句话虽然老套 但是在这起案件中 如果仔细想想 能发现王精生的漏洞 其实非常多 不说别的 小娟 水姐 姐夫 一旦有一个人被攻破 那么王精生 必然会加速落网 这的确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那么既然咱们提到了 这起案件中的 其他几个配角人物 那在这儿 咱们要说一下 其实在这起案件当中啊 水姐和姐夫等人 已经涉嫌窝藏罪了 很明显 他们明明知道 王精生已经杀了人了 却仍然给他提供财物 或者以其他方式 帮助他逃走和隐藏 阻碍了警方的侦察 如果他们还帮王精生 掩盖罪行 做虚假证明 那么甚至还会涉嫌 包庇罪 提到窝藏和包庇 相信很多朋友听过 我国古代呢 有一种说法 叫做亲亲得相守逆 在论语中 也有一句话 叫做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们所传达的是一个同样的思想 直白点说 这两句话认为 如果是在三代血亲之内 或者夫妻之间有人犯罪了 那么这些亲属之间呢 可以相互包庇隐瞒 相互窝藏 防止罪犯 被追究法律责任 换成人话来说 就是说啊 亲戚之间 可以相互包庇犯罪 而不会受到法律追究 这是被允许的 这些呢 是古代的法律中 明文规定的内容 而且很多人认为 这是老祖宗的遗训 如今仍然适用 但实际上 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根据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 即便是帮助自己的父母 配偶去隐瞒他们的犯罪行为 或者帮助他们逃跑等等 这也会构成窝藏包庇罪 亲亲得相守逆 在现代是一定不能有的 但这个时候 可能有朋友会说了 说在国外 人家还有这类似规定呢 但实际上 这是大家误解了 对这个窝藏包庇的一些规定呢 尤其不能过度解读 其实呢 这个窝藏包庇提到的情形 他只管那些主动帮助犯罪分子逃跑 藏匿等等类似的行为 强调的是一个主动帮助 而如果我们仅仅是知情不报 知情不举 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犯罪行为 但是不去报案 或者说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犯罪行为 但是面对警方的询问 我们不会提供自己知道的消息 不向警方透露任何线索 这种情况是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 这两者的主要区别 一个是主动帮助 另一个是知情不举 换句话说 主动帮助犯罪分子万万不可 但如果仅仅是知道 那是没关系的 那么以上 这是由这起案件 我们想到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 大家可以稍作了解 本期节目呢 咱们说一桩世母案 这个不孝的儿子叫张鸿冰 1969年出生在山西匠县南帆镇西宝村 他的父亲呢 有轻度的精神病 他的哥哥呢 也不知道是因为遗传呢 还是怎么着 反正也是弱智啊 就智力低下 母亲呢 身体也不好 体弱多病 所以这一家子的日子呀 过得那是乱七八糟 穷困无比 张鸿冰的母亲呢 叫葛玉莲 对于葛玉莲来说 这吃苦吃了一辈子 这日子呀 总感觉没个盼头 唯一让他感觉心里痛快的事情 就是他的二儿子张鸿冰 张鸿冰毕竟心智正常 并且呢 人高马大的 家里边有什么脏活累活啊 还张鸿冰呢 也都愿意分担着 所以甭管家里经济多困难 他的母亲葛玉莲 都想方设法的满足张鸿冰的要求 给大伙举个例子吧 张鸿冰小时候啊 有一年过年 葛玉莲可犯了仇了 谁家过年不得包顿饺子呀 你总不能过年了 还吃素饺子吧 得买点肉吧 可是数算来数算去 这钱呢 还真是买不起二斤肉过年 这可怎么办呢 可是 张鸿冰 因为岁数小啊 看见乡里乡亲的啊 人家的小朋友 小伙伴们 都是在那放鞭炮 他也想要鞭炮 妈 给我买点鞭炮呗 照理说 这饭都吃不上了 哪有闲钱给你买鞭炮啊 但是母亲 葛玉莲呢 宠着他啊 惯着他 说行啊 好好好 过年呢 咱不吃肉了 妈给你买鞭炮去 可如果您要认为 张鸿冰从小就不懂事 那可就错了 张鸿冰从小啊 不调皮 不惹是生非的 到谁家玩 都特别的乖 特别的懂礼貌 等稍微长大点了 张鸿冰呢 就知道孝顺母亲了 只要赶上妈妈过生日啊 或者过年过节的 甭管说值钱不值钱的 反正呢 总会送母亲一点礼物 为此啊 邻居们都直在那夸 你看人家鸿冰 你们家呀 将来得出人才 鸿冰以后肯定是没问题 有出去 葛玉莲一听到这话 甭提多高兴了 当爹当妈的 最高兴的不是听见别人夸自己 要听见别人夸自己孩子 哎呦 那叫心花怒放啊 葛玉莲就觉得 有这么个乖儿子 这一辈子做牛做马 吃尽了苦 受尽了罪 也值了 在学校里边啊 张鸿冰上学也挺认真 很用功 可是啊 甭管怎么用功 学习成绩呢 也就那样 不能说是垫底吧 但也绝对不算是好学生 家里边又没有经济来源 没钱供他上学了 所以初中毕业 他也就辍学不干了 但是啊 不过去有句老话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张鸿冰决定靠自己的双手 改变贫穷 走向富裕 他在致富方面 确实很勤劳 也挺精明 张鸿冰呢 一边种着家里几亩地 一边呢 搞些家庭副业 反正短短的忙活了 那么几年 紧挨着原来的土屋 就盖了两间青砖的大瓦房 过去说在村子里边 从土坯房住上大瓦房了 那可了不得呀 张鸿冰看着自己盖的这两间大瓦房 也是得意洋洋啊 看来啊 只要辛勤劳动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咱也能过好日子 后来张鸿冰是怎么转变的呢 这一年到头 有几个月啊 中不了庄家 那么趁着农闲时间呢 他就到外面城市打工去了 这一到城市里去 可坏了事了 城市的世界啊 灯红酒绿 外面的世界可以说是让张鸿冰大开眼界 同时呢 也让他的心理慢慢的失去平衡了 只要歇工的时候 就走在大街上 就看着那些俊男靓女 穿的那么时尚 那么洋气 有的人那些大款 手里边还拿着大哥大啊 人挂着BP机 这可让他看直了眼睛了 跟他一块来打工的有一个老乡 就跟他说 嗨 红冰啊 你这是好过了眼睛 难过了心 要想活得潇洒呀 就得有钱 其实老乡呢 也就是句玩笑话 张鸿冰呢 却当了真了 另外还有一回 张鸿冰跟几个工人 为一栋别墅装修厕所 多嘴之下吧 反正也就问了 这厕所多少钱呢 一听 光装个厕所好几万 瞠目结舌呀 天呐 人家一个拉屎拉尿的地方 比我那两间青砖大瓦房还贵呢 这家伙 有钱人就是会享受啊 钱真是个好东西 这一天呢 张鸿冰领完了工资 手里边也有了闲钱了 一狠心在大商场啊 买了一套衣服 迫不及待的换上 随后呢 又去饭馆里边下了一栋馆子 甭管是进门还是出门 人服务员小姐都在那喊呢 欢迎先生光临 欢迎下次光临 这什么叫宾至如归啊 宾至如归 这是拿钱买来的呀 从此啊 整天张鸿冰是恍恍惚惚 也不想着努力干活了 就总想着你说我辛辛苦苦干活 一个月挣几百块钱 我这什么时候能过上人那日子呀 啊我得发财 我得发大财 回到家里边 再看他那曾经特别引以为傲的两间大瓦房 是怎么看 怎么觉得寒酸 1993年春天的一天 张鸿冰呢 背起铺盖卷 外边去找活干去了 路上啊 正好碰上了他们村有名的一个大户 水果大王 叫孙安民 他呢 也是试探着啊 就问了一句 说 在外边干活累死累活的 工资也不多 工头还总是耍赖不给钱 就让我到你果园干去呗 孙安民一看 这都是相礼相亲啊 看他怪可怜的 也没怎么考虑一口就答应下来 行啊 去吧 从此张鸿冰就住进了孙家果园了 一开始啊 手脚挺勤快 说话呢 也乖巧 孙安民呢 本来也是挺忠厚善良的人 甭管什么时候都拿张鸿冰啊 当自家亲戚似的 甭管什么时候需要钱 都是不打折扣啊 有时候说张鸿冰借个三五十 甚至借个一百两百 哎 没事 拿去就花 至于还不还的 无所谓 为了笼络住孙安民 这张鸿冰啊 好几回非要认孙安民当干爹 孙安民一看 我也不缺儿子呀 实在推辞不过了 就跟他说了 哎呀 咱们呢 亲归亲 也别图那个形式了 这么着 你把我呀 就当你亲叔叔 你就跟我叫叔叔吧 张鸿冰在这果园里边一干 就是三年 工资也往上涨了好几回 同时张鸿冰那几亩责任田呢 也没耽误 所以经济收入呢 是直线上升 积蓄越来越多 张鸿冰的奋斗目标也越来越明确 两三年之内 我就得娶个媳妇 我还得盖起间气派的大瓦房 光那两间可不行了 这一回呀 因为有目标了 你得攒钱呢 所以呢 他这花钱的时候啊 也就精打细算了 有一回他的妈妈葛玉莲 因为感冒难受 不想吃东西 就跟张鸿冰说了 鸿冰啊 我想吃酸枣 张鸿冰一听 怎么着 吃盘桃 其实呢 人说的是酸枣 张鸿冰听错了 盘桃当时一块钱一斤 舍不得买呀 当时张鸿冰可就生了气了 我才能挣几个钱呢 你还想吃天上的星星呢 本来妈妈葛玉莲 想着纠正一下 不是攀桃是酸枣 可是一看儿子这态度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觉得呀 以前那个知冷知热的孝顺儿子 怎么就突然变了呢 照理说张鸿冰在果园里边 地也不耽误重啊 挣的也还不错 应该心满意足 可人呢 就是这样 往往啊 是你条件越好 你越不知足啊 要不过去有句老话 人心不足 舌吞相呢 是吧 他心理上啊 慢慢的 从那种刚进果园时候的满足啊 高兴变成了嫉妒和愤恨 为什么呀 每年一到收获苹果的时候 就看着那原主孙安民整车整车的发货 大把大把的赚钻票 他就觉得凭什么呀 凭什么 我干活的呀 钱怎么让他挣了呢 1997年张鸿冰27岁了 跟未婚妻啊 算是定下婚妻了 孙安民知道情况之后 专门给了他5000块钱 你啊 赶紧的好好安排婚事 张鸿冰呢 也是感谢了一番 可心里不领情 他那么多钱 我结婚给5000块钱 说不过去啊 在他心里恨不得孙安民 一分钱不胜 全给他才好呢 这年夏天的时候 孙安民呢 又心开辟了师母果园 张鸿冰就提议 说这么着吧 盖两间守园房 就是守着那果园的 意思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想让他妈过来住嘞 把他妈就赶出家门了 同时呢 还能为他放养新买来的 100只小鸡崽子 孙安民当时也感觉盖房没必要啊 因为果树结果得两三年 可是既然鸿冰说了 还是花了几千块钱 盖了那么两间 张鸿冰就把他的妈妈葛玉莲 放到这守园房里边住去了 孙安民呢 一看葛玉莲 哎呦 这生活的太艰苦了 没有油水啊 也没有什么蔬菜 也没有什么兴末 那怎么办呢 一个月啊 接济他一百多块钱 为此 葛玉莲甭提多感动了 可是张鸿冰是一点也不感动 1998年11月 张鸿冰的妻子啊 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也就因为自己的孩子快出生了 这就成了张鸿冰杀害亲生母亲的导火索 那么最终他为何要下毒手呢 咱们上期节目说到了 1998年11月份的时候 张鸿冰的妻子啊 已经是临近预产期了 张鸿冰一想 哎呦 我这生了孩子 亲朋好友的 都得过来庆祝庆祝啊 我这房子又这么窄这么小 于是就生出来一股子无名火 跟那媳妇就说 咱他妈这两间破屋跟别人比起来 就是一狗窝啊 啊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盖房子的钱呢 钱钱钱的 你他妈怎么就来的这么慢呢 此时的张鸿冰啊 看着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两间青砖大瓦房 是怎么看 怎么恨 怎么看 怎么不知足 正在这时候 母亲葛玉莲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跟妻子呢 办了几句嘴 这要是在以前 孝顺的张鸿冰 肯定得说自己媳妇一顿呢 还得安慰自己的老母亲 妈 别跟他置气啊 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替你出气 可这一次 他看着越来越老的母亲 突然就萌生了可怕的念头 张鸿冰和他的哥哥张鸿岩分家的时候 约定母亲由他赡养 咱们上期节目说过 他的哥哥呢 有点先天的智力低下 那自然而然呢 你张鸿冰就要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啊 这些年呢 觉得妈妈一天天的老了 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 并且呢身体不好 每年都得花去不少的医药费 张鸿冰就想着 我要是不用给他买药啊 不用给他看病 我那房子不就能早几天盖起来吗 再者说了 以后我还得伺候着他 死了以后我还得送中 哪样不得花钱呢 经过几天的心理挣扎 他呢终于下定决心 我得悄悄的把我妈给杀了 第一点呢 就选在孙安民的果园 为什么选人家果园 有这么几个目的 第一欠孙安民五千块钱呢 我妈死在你这了 这五千块钱你还有脸要啊 这账就一笔勾销了 第二我妈死在你这了 不能让我掏钱下葬吧 你孙安民得掏钱下葬啊 又省一笔 第三我妈死你这了 你光掏钱下葬行吗 你得赔我钱呢 再额他几万块钱 这样自己可就能脱贫致富了 可毕竟亲手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 有点于心不忍 案发之前呢 张鸿冰是破天荒的 跟母亲葛玉莲睡在一张床上 整整的在那聊了一宿的天 说了很多让母亲很感慨的 很感动的话 其中有几句话 张鸿冰是这么说的 妈 我对不起你 哎呀鸿冰啊 怎么这么说呀 哎妈 自从你跟了我之后 还没想过一天福呢 鸿冰 妈有你这个好儿子 妈就知足了 能够天天看见你们 这就是享福啊 母亲 葛玉莲哪知道这话里边是暗藏杀鸡 第二天见着别人还夸的哎我儿子 鸿冰这个孝顺呢啊 跟我睡了一宿这么多年了 哎呦你说长大了 哪有这种机会呀 哎呦 昨天那一晚上说的那些话呀 哎呦我这心里啊真是热乎乎的 1998年11月14号大晚上张鸿冰啊揣着菜刀就悄悄出门了 这菜刀事先是磨了又磨 磨的是赠光瓦亮 快到了母亲住的果园的时候 他呢用蛇皮带子套住了衣服裤子裹住了双脚跟头部 然后啊还戴上了手套总之啊就是外人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谁 走到那个小屋子跟水井之间的时候张鸿冰就轻轻的叫了一声 妈 这葛玉莲一听哎呦 鸿冰来了赶紧出来看看吧 一见着儿子 这葛玉莲呢差点都吓得晕过去 哎鸿冰你这怎么了呀 怎么这身打扮呢 跟黑白无常似的呀 张鸿冰啊没回答葛玉莲的话 直接就说 妈咱不给他看果园了 看也没意思 让我去把他井里的水泵弄坏了 葛玉莲一听更不明白了 我说鸿冰啊 人家可待咱不薄啊 咱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人是又给钱又搭力气啊 你妈我现在住在人这儿 人每个月也都接紧着 咱不能干这事啊 正想着劝他的时候 这张鸿冰啊 抄起菜刀来 迎头就是一刀 母亲葛玉莲被砍之后都顾不上腾 是满脸的惊讶 孩子 你这是干啥呀 说了这一句之后 就昏死过去了 张鸿冰啊 就怕母亲再活过来 对准母亲的脖子 一连砍了十四刀 活生生的 就把葛玉莲的脑袋 就给砍下来了 他呢 杀了葛玉莲之后 仔细的洗干净了刀上的血污 又按照原计划 把拴水泵的那个绳子解松了 并且往母亲手里塞了一把铁锹 制造一个假象 什么假象呢 就是有人来偷蹦 葛玉莲和这个小偷之间搏斗 结果最后被杀身亡的这么一个假象 回家之后 把凶器也藏起来了 把作案的衣物绑上石头 就沉进了自家的那毛坑里边了 张鸿冰啊 天刚一亮 就假装着去果园找母亲 结果就假装着发现母亲被害了 赶紧就去找孙安民 找到孙安民之后是又哭又骂 让人呢 到南凡派出所报案去了 县公安局对这个案子呀 非常重视 因为毕竟杀人案还是少之又少 所以呢迅速成立了1114专案组 十几个民警日以继夜的走访摸牌 不顾天寒地冻的把那井里的水啊 都抽干了 到井底下的污泥里边搜查凶器 短短两天时间里 一共是摸牌了一百多人 并且通过专门设置的五个举报箱 收集到了几百条有关的线索 可是经过反复梳理 依然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后来破案之后啊 办案民警才意识到当时犯了一个错误 没有把死者家属纳入调查之列 因为谁都想不到 儿子会那么残忍的杀害自己的亲生妈妈 1998年11月15号 孙安民主动拿出三千块钱 为葛玉莲买了棺木 随葬的衣物 以及其他的丧葬用品 随后还说了 红冰以前借的五千块钱呢 我也不要了 张红冰一看 嘿 我这一时三鸟之计 中俩鸟了啊 目的达到两个了啊 张红冰兴兴奋的呀 11月16号晚上 他呢 托人给孙安民送去口信 就说了 我妈呀 是死在你家果园里的 除去已经支付的那些钱 至少还得再赔三万 孙安民一听头都大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第二天呢 张红冰见孙安民没动静 就纠集他的大哥张红颜 以及亲戚啊 这个当家子的这些族人呢 二十多口用门板 抬着母亲葛玉莲的尸体 就闯进了孙安民家的院子里 是又喊又叫 孙安民一看 赶紧就求他 我说红冰啊 有事好商量 先把老人抬出去吧 我老婆胆小 身体也不好 算书求你了 行不行啊 张红冰这时候已经是丧心病狂了 索性把尸体就抬到了孙安民家 说 您要是不拿出三万块钱来 就让我妈这尸体啊 烂你屋子里边 孙安民呢 也不是那么看重钱 要不他也不至于之前呢 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接见张红冰他们母子俩 可是怎么着 也受不了这不清不白的窝囊气啊 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感情说 你妈的死 跟我有关系呗 这口黑锅咱不能背呀 于是啊 冲出了这伙人的堵截 向公安局专案组 汇报了这个情况 专案组的人一听 哎 之前呢 咱们没有考虑亲属作案 照现在这个架势 看来咱们得把调查重点 放在受害人家属上了 通过秘密工作 两天之后 他们搜到了杀人凶器 以及丢在张红冰家毛房里的 作案的代谢的衣服 11月21号 是葛玉莲下葬的日子 这追悼会呀 可以说把全村都轰动了啊 这是死于非命啊 这张红冰啊 别说还真是有当影帝的前置 披麻带笑 在那演戏呢啊 又哭又喊呢 自己还专门写了一篇道词 感动的在场的乡亲们呢 是你也哭 我也哭 大伙都说红冰好样的 你妈没白养你这个儿子啊 就得替你妈报仇啊 丧事活动一结束 民警呢 立刻将张红冰传唤到了专案组 面对确凿的证据 张红冰还抵赖呢 哎我说警察统治 你们弄错了吧 我是他儿子 我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妈妈呢 哼 也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 世上真有亲儿杀亲娘的事 才走了这么长时间的弯路 直到前一两天才怀疑到你 张红冰的心理防线呢 最终还是被摧毁了 原原本本的供出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和全部的犯罪事实 1999年7月份 山西省匠县 世母凶犯张红冰 被依法执行枪决 在行刑之前 张红冰反复的念叨着一句话 我恨死钱了 我恨死钱了 说完这个案子呀 我再多说两嘴啊 确实现在在这种经济大潮的影响之下 很多年轻人 大家把钱看得过于重要了 咱们说没钱不行 没钱吃喝拉撒哪来啊 生活怎么维持啊 但是钱不是全部的生活内容 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标啊 再者说了 钱多少才叫个多呢 我就想着安居乐业 吃饱穿暖 那么这个目标只要努力不难达成 但我就想着在北京市中心 我买一套大房子啊 我就要买宝马 买奔驰 我要开豪车 我就要吃鲍鱼 大龙虾 是吧 我就要买两万三万的顶级的奢华手机 如果追求这些的话 不管您挣多少钱 那都是不够的呀 啊 还是我说人心不足 蛇吞向 尤其现在啊 随着网络的发达 大伙看某音啊 看很多短视频平台啊 哎 都有一种幻觉 这种幻觉呢 很多人叫财富幻觉 就感觉满大街的都是有钱人 各位 其实我们在周边的亲戚朋友里面比一比啊 其实我们再看看 国家每年会公布的官方的统计数字 会发现哪有那么多的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啊 大部分人都跟我们一样啊 踏踏实实的每个月挣着几千块钱的工资 虽然咱不是人中龙凤 但跟很多人比起来 咱也不是特别差的呀 所以啊 丢掉幻想 咱希望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咱也希望咱的收入高一点 那没问题啊 我们努力奋斗啊 这可以成为我们的动力 我想让我的生活更好一些 我想改善我家人的生活 那么我们努力就可以实现了 比如我之前一个月挣三千块钱 我在努力干份什么兼职 我是不是就能挣五千块钱 那么我是不是就能极大改善我的生活 如果我在利用业余时间 多学几门技能 那我是不是又有了全新的赚钱的机会了呢 这没问题 这是这种追求带给我们的正向的刺激 我们也可以说是激励 但怕的是什么呀 真正的有追求的人 他没有工夫跟你比较这个比较那个 反而特别愿意比较的 特别愿意过着奢化生活的 是什么情况呢 我又想赚钱 我又不想学习 我又不想劳动 我又不想辛苦工作 最好我躺着钱 就把大钱给赚了 各位那不叫理想 那就是幻想 当然了 退一万步说 我们的生活跟谁去比较 只要和我们昨天的自己去比较就可以了 我一天过得比一天更好 一天过得比一天更幸福 那这就是美好生活呀 每个月踏踏实实的 挣着工资 过着咱们平平淡淡的生活 这是什么 这叫幸福 行了 今天节目就聊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